大家好,我是杜利,欢迎来到mike学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笔大学校 上一段课,我们主要是mike层的作用 结构和mike层的这种 真的结构,做了一些详细的讲解 本道课,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一笔的网络层 前面我们讲过mike屋里层和mike层 里层都是先了解它的这一些作用 这里也是这样 那么网络层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是完全是网络的这种建立 引起设备加入或者离开网络 路由的发现和维护这样一些事情 比如用它来分辨网地址 前面我们讲过 这笔网络中有洗掉器、路由器和中单节点 这种三种例行的设备 而且比较详细的讲解过 它们的作用 实际上 它们的作用 恰是在网络层中得到体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层的揣稿模型的图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网络层的揣稿模型 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层地理解这种网络层的功能 用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内部网络层数据实体 也就是图中看到的LLEE 和网络层管理实体 也就是图中看到的LME LDE通过法文数据接口 也就是图中看到的LDE和SAP 为这种上层的提供数据服务 而LDE就是通过法文 服务接口 也就是图中的LDE和SAP 为上层的提供这种网络层的管理服务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NWK PIP 这就是网络层用的这种信息库 它也是由LME负责维护的 实际上如果设备在同一个网络当中 LDE通过附加一个知道的这种习义头 这种应有指程 应有指程指程PDU 产生这种网络习义数据单元 也就是这种NPDU LDE也能传输NPDU到一个SAP的设备 这个设备可以是最终的这种传输的目的地 也可以是通往这种最终目的地的下设备 这样就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这种TOP的路由 LME提供的是管理服务来实现应有和协议站相连接 那么这里所讲到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比如配置一个新的设备啊 开始一个网络啊加入或者离开一个 分配地址啊路由的发现啊 控制接收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服务 下面我们来重点讲一下 补充的这种真结构 其实这边的网络协议中定义了网络层数据帧和网络层数据帧的这种结构 那么数据帧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还是主要来看一下网络层数据帧的这种结构的图 这个结构也称为网络层协议数据代言 也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MPDO 它有网络层的这种网络层的真报头和这种网络层的这种有效载和两部分组织 真报头中呢就有真控制啊 地址信息啊 广播半经啊 还有广播系列系列号啊 还有多点控制等等这样一些信息 而地址控制 地址信息有什么目的地地址啊 延地址啊 IE目的地址啊 还有这种延地址这样一些例 现在看看看一下真的控制 这里画了一个真控制指端的这种结构图 可以看到正例行是占两位的 00呢 角比较是数据证 01呢 表示并领证 10和11保留到以后来使用 协议版本号是占到四位 这是真比网络层协议标志的版本号 发现路由呢 占两位 00呢 表示禁止这个路由 01呢 表示使能路由发现 10呢 表示这种强制路由发现 10 11就是保留 广播标记 在一位 0呢 表示单播或者广播 1呢 表示这种主播 安全指引呢 站的是一位 如果该真是网络层安全操作时呢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给它加密了 那么它的值呢 就是1 如果安全指引在另一场咨询或者是安全 失败的时候 也就是没有加密 那么它的值就是1 言路由呢 就是在1位的 言路由在网络报道中存在这么一 这项就为1 反正呢 就是为0的 i1 目的地址 指引呢 是为1 那么网络报道中就会包含整个i1的目的地址 i1 言地址 指引呢 为1呢 就是网络报道包含整个这种i1的言地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的地址它的长度是两个字节 如果减得到前面所讲的这种真控制中的广播标志 为0的话 那么目的地址就是16位的这种目的设备网络地址或者是广播地址 如果这个表示为0呢 那么目的地址呢就是16位目的广播地址的广播的这种主的ID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地址 它的长度是两字节 它的值呢是为年设备的这种网络地址 这个地址一定要是要有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半经义 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是一个字节 这个和上面 上面一个也是一定要有的设备 这种广播半经就会简易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广播系列号 它的长度也是一字节 这个帧就需要填写 每个字都需要填写这一项 你发送一个一个新的帧的这种系列号就会加一 接下来看一个IE的这种目的地址 如果这如果简直到简直到填写了这种这一项 那么它就会包含在网络层地址 地址头中的目的地址一种的16位网地址 相定的这种又是4位的IE的地址中 如果这16位的地址是什么广播地址一 或者是主地址一 主播地址一样 那IE的目的地址就不存在 接下来来看一个IE的这种年地址 如果填写了IE的严地址 那么它所包含的网络自然地址头中的 严地址一的16位网络地址 相定的64位的IE的地址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多点传输控制 它的长度也是一个字节 这下不是必须要填写 不是必须要填写的 只有广播标志此一一样的时候才需要填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严路由的 针 在严控制针的严路由指向文要的时候才需要填写 这一项 它分明三个字一 什么这种硬打技术器 文一个字节 表示包含在严路由针转发系列中的硬打数捷 还有这种什么硬打所以呢 也是一个字节 表示传说数据包含在硬打系列 指引中的下一转发所以 这个一 并数据包中的发售 发售设备初始发为0 然后你转发一次呢 那么就要抵它加一 还有一下就是硬打列表 这个长度是可变的 它是接点的短地执行 用来为严路由数据包 形成这种目的的转发接点 最后一个就是真的这种有效者 它的长度也是可变的 包含的是上一转的数据代言的这样的信息